大家好,我是艾圆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 暗区突围 暗区世界的起源是什么 暗区突围 水渊小队和柯特小队到底谁比较强 水渊小队真的要比电日台三兄弟强得多吗 为什么不让柯特进攻农场的矿区 非要选择三个月都供不下来农场的黑卡地呢 然后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先得看一下柯特三兄弟的配置 柯特偏好使用重火力 擅长了敌人硬碰硬 罗尔夫则更加夸张 比起远距离将敌人打成塞着 更喜欢用冷兵器 我哪得阴险狡诈 喜欢在暗处远距离偷袭击夜 在巧尼的电视台遇到这三个人 唱暴躁的样子 这哪能干前行任务啊 反身我们回来看深渊小队的配置 首先深渊小队的队长黑卡地 是一名擅长攀岩的攀岩高手 明河精通水下潜入 不舍是能与弗雷德队区的船需举一手 奥伯尔 呃 先不算 是一个直养下巴的打工人 呃 开玩耀 奥伯尔之前在偷击总场TV中路过面 真正厉害的地方在哪里 大概会在风暴前夕的正式PVA记录吧 一正面战斗 十渊小队很明显适合暗中前行出境 执行特殊任务 超微懂点军事的人 那话肯定会浮现这样一个组织 美国的海豹突击队 成立于1962年 独要在夜间执行任务 海豹出一队主要执行五类任务中 使用游击战术的非正常战争任务和特殊侦查任务 都能与深渊小队的行动队的上号 队在跟阿贾克斯盟场对峙的时候 就攻不下很正常 并人家专业不乐干这个 并且矿区额北山 山多水少 对于深渊小队来说 简直就天然的保护屏障 并且可以从矿洞或者走水路 这意想不到的地方进行出境 这样这种部队一般会避开正面交货 次两勃千斤的完成自己的任务 如经典的船只贝磁王鸣合的剧情任务 我们就属于趁着雷诺伊尔代进行潜入 要说到底谁强 肯定没办法职业比较 因为正面战长科特三兄弟肯定更硬一些 但论完因的 那还得是深渊小队更厉害 所以大家觉得深渊小队有科特三兄弟谁 暗区的意义究竟代表什么 曾经的卡莫娜 那是人们追逐梦想的乐度 然如今却沦为被遗忘的角落 曾经繁华的城市如同流星般转瞬几次 如今只剩下一片废墟荒芜 卡莫娜究竟经历了什么 故事还得从一场危机说起 在早期的暗区宇宙中 木星曾经被一名苏维克立为九号的彗星撞击 在暗区并为详细解释 苏梅克危机具体是什么 但我们可以带入现实原型来展开想象 卡莫娜所在星球的人们 感受到了这场危机 科伦特维拉以及各个大国开始纷纷扩军 以应对此次危机的影响 并预防类似的情况在出现 于是科伦带头组织了苏梅克委员会 将以各个大小国家参与其中 但他们的目的并不只是解决危机这么简单 而是另有图谋 一段时间后 危机的影响渐渐消退 各大国因庞大的军队开销 被迫展开大裁军 这就导致许多人失业 而且很多军人难以适应平淡的生活 因为在这段时期 大大小小的私人武装雇佣兵集团 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其中最著名的 当属我们最熟悉的黑金国际白狼联队 他们接纳了各国退伍士兵以及囚犯 除了开展训练业务 还涉足其他国家的武装冲突 而他们接到最大一笔订单 就了前往卡莫娜解决当地的内战 所以卡莫娜内战是如何展开 如何进行的 我们下期再说 先别走 说几句话 暗区的玩家还是越来越多了 最近又有很多新人来询问 暗区的背景究竟是什么样的 在一年前确实做过介绍 但既然有人想听 那我就再为大家讲一遍 那个苏梅克威基的坑 到现在还没填上 不然以后会不会填 所以我用现实的原型 丰富了一下故事背景 我猜测了 过许 当刚格尼尔计划彻底完成的时候 我方才可能把这个坑填上吧 而且玩了这么长时间的暗区 对他的一节也确实毕